学生家庭提到一个很典型的问题 就说我想到美国读本科 也想在美国上岸 就是在美国先工作个两三年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准备英文 怎么要再拖两年 对这样的情况 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的目标是在美国上岸的话 那么你早去美国是有优势的 而你的比如英文没有准备好 什么数学没有准备好 没有考托福 这些都不重要 那刚在美国参与写了一本书 叫做《美国高等教育的十个入口》 这本书现在在亚马逊有卖的 但是还没有中文版 只有英文版 在这里边就分门别类的 讲了十个进入美国高等教育 这个体系的入口 那么对这个同学呢 可能有几个入口就适合他 一个呢就是在美国读语言学校 然后从语言学校再进到四年之大学 第二呢是读大学的预科 就大学有这种先上一年的预科 你先补语言 先补一些东西 然后呢再去在本校上这个四年的本科 另外一个呢就是上社区学院 然后再转学到大U 我说我有一个孩子的例子 这是在大概八九年前了吧 是一个武汉的高考考生 他的高考就是失利 去到美国的社区学院 转学到了威斯康西麦德逊读CS 然后呢是UC二湾硕士 然后在美国工作 他当时呢除了高考成绩差以外呢 英语成绩也是很差的 他去的这个学校 有一个英语的预备班 这个预备班一共分五级 他呢是第二级 第一级就是你只会ABC 这叫第一级 所以他呢就从这个二级 一直上到五级 然后才去上正式大学课程 所以他在社区学院待了两年半 但是后来呢转学转得非常好 当时拿到了UC圣地亚哥 和威斯康西麦德逊的录取 所以我就想告诉你呢 如果你的愿景你的目标是要去美国留学 在美国上岸的话 即使现在没有太多的准备你的英文 也是可以往前走的 在美国的环境 你的准备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这里边呢一个是有这个愿景 一个是有信心 再有我们后人持续的支持 是能让你成功的 那最近呢确实呢是见到了很多高考刚完的 或者在高考的前一年有点畏惧绝望的 还有就是进了中国的大一的这些学生 那么我想告诉你呢 如果你的愿景是要到美国留学的话 你早去比较有利 那么早去这些路都是通的 好的那今天就讲到这儿 希望今天讲内容对一些同学呢 一些家庭能够有所帮助 如果觉得今天讲内容还不错 也能帮助到你的同学朋友 室友和家人 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分享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道路 甚至人生轨迹 我是沙昂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